今天我老公带我来IKEA 他说IKEA这边有很好吃的东西 只要10元 那请大家跟小嫂一起来这边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只要10元 那么多人在排队 小嫂也在排队的 小嫂站远远的看 仔细看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拿了两个10块 准备要买两个 发现了一个东西 植物肉干到底是植物还是肉干呢 轮到我了 我要两只原味送洗淋 两只原味20哦 那时候要打去吗 没有 好 两只便洗淋 只要20块 登登登登 买好了 有好吃的 有好吃的 小嫂这样 老公 一直给你 好好吃哦 没有想到在台中 可以买到那么好吃的东西 只要10元 可以买到那么好吃的东西 只要10元 边走 边吃冰淇淋 其实不用吃什么五星期的三天 看对的人 只是吃了一个冰淇淋 10块 也是充满着美味 贵与幸福 哦 飞鸡飞鸡 大家好 我是越南小草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我在台湾过 第二次端午假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被宣护他们家 诬赖 羞辱 我 我想 在越南 跟台湾过的端午假 时间是一样的 洗手 应该是差不多啊 所以 那一天我很早就洗床了 我要拿一个毛巾洗一洗 然后 跑去三楼啊 杀神明座和祖先啊 拜拜 那个 那个桌子啊 杀好的时候 我才要下来拖地掃地 然后一下子啊 大哥和大嫂 他们也是从台中 会回乡下 然后我就和大嫂 买菜啊 准备煮东西 中午要拜拜 好 我们中午拜拜 好了 然后断下来 大家都一起试啊 很开心啊 就没有什么事发生 到晚上 也是一样过啊 没有什么事发生啊 然后 到了明天早上啊 就是 明天早上大哥大嫂 我和前夫啊 都要上台中序上班 都要上台中序上班 那 早上就是 呃 比较早一点洗爽 然后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啊 我佛佛啊 他都会叫公公 还有我前夫和大哥 啊 大嫂到客厅那里 开会 嗯 也没有叫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 然后 我从二楼 走到楼梯那里啊 就一直听在客厅讲话 我就知道他们在开会 啊 没有叫我 所以我也没有去客厅那边 听他们在讲什么 我就坐在楼梯那边 等他们开会好 呃 我就 我要去台中去上班啊 我 我到底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 我前夫就叫我 说好了 要去台中上班 然后 我也是去上车啊 我真的 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 然后上车他就开始问我 啊 今天 你很早就洗爽了 啊 你去神明坐那里做什么 啊 我说端午节啊 当然要去性节干净啊 不是等下中午要拜拜吗 然后 他说啊 为什么你去那里 然后到下午 我妈妈上去检查红包 就少了四百块 我说 那里有放钱啊 啊 我也不知道呢 为什么会少了四百块 他说 那里有放一个红包 里面有一张一千 一张五百 还有一张一百 这种公司里面有一千六 他说 谁拿五百出来 然后放一百进去就是 就是 交换五百 变成一百 就是 有人脱了 四百块 就变成那里 还有一千二 然后想 他讲一讲 然后我在那里 没有我的事啊 我就是 当中没有什么事 我说我不知道就好了嘛 然后他他就问我说 啊 是不是你拿 然后我就吓一跳 我莫名其妙 啊 我回他我说 没有啊 我没有拿 他说今天是你很早就上去呢 只有你一个人上去 神明说拜拜那里啊 啊 不是你拿这是谁拿 然后我们就讲来讲去 我就一直说我没有拿 他就一直说 是我拿 他就说 说来说去 然后 哦 我就哭了 啊 为什么他都不相信我的话 啊 他是 我的老公 我来台湾 只有他是对我是最新的人 啊 为什么他都不相信我 啊 然后一直讲一直骂我 我就是说没拿 啊 他就说 我 再问你一次 你是 有 还是没有拿 啊 我也是说没有 然后他就说 没有拿 你就跟我讲没关系 我说我没有拿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要拿 人家都没有拿 为什么要拿那里的钱 然后讲来讲去他 我不承认哦 他就生气了 他都在受伤很大 大大大大 大声的骂了 他说 他就是 肯定了 那个四百块 是我拿的 我 我也是说没拿 他就说 他很生气 他就说 他 他 如果他知道我哪 他把我的两只手啊 剁掉 为了四百块 想把我两只手剁掉 我两只手做那么多事情 我要抱我的小孩 以后抱孙子 还要帮佛佛做那么多事情 他还不满意他 为了四百块 他要把我两只手剁掉 大家知道 我那时候啊 很可怜哦 我 那时候我和我女儿了呢 在那边呢 一直跟他吵来吵去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是真的没有拿 我在跟你讲 最后一次 我是真的没有拿 如果那个五百我拿出来 我把一百换进去 如果是我拿啊 雷啊 会马上打死我 你满意了吗 他还是不相信啊 他就是认定是我拿的 然后我就说 啊为什么你家 啊不 不行问大嫂 是不是大嫂拿啊 啊大嫂也是媳妇呢 我也是媳妇呢 大嫂也是人 我也是人啊 为什么没有人 说大嫂拿啊 为什么 那时候我就哭的 整个脸都是眼泪了 那时候我真的啊 好想要把那台车的门打开 我和我女儿跳出去 让他一辈子后悔 我没事啊 想到这个段无家啊 我都会很恨他们 他们把我逼到无路了 那时候如果啊 没有想我小孩子很可怜 那么拍面啊 会跑到我的肚子 我都一直想这样啊 我都一直忍下来 上台中的时候啊 还是继续去上班 我整个脸都哭得种种的 我整个脸都哭得种种的 那时候我晒一点 我真的啊 开门跳下去的 他们家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为什么睡觉一个晚上起来 他们都犯我一个大罪 我又不是说 偷多少钱 偷也要偷多一点嘛 偷的四百块 值得嘛 都没有人敢讲大嫂怎样 人家也是一个媳妇啊 那早上起来啊 都去杀神明做整理家里 拖地扫地干净啊 准备要拜拜啊 没有想到我想着一个事情 做了一个好媳妇 就变成什么事情都是我的错 大嫂没有人敢讲她怎样 开会也是一样 啊为什么没有叫我一起开会 问我啊 小嫂啊你有没有哪 还是大嫂有没有哪 大哥有没有哪 我前妇有没有哪 也可以问公公有没有哪 啊为什么没有人问谁问谁 那一个罪就是丢在我的头上 大家觉得他们这样有多可恶 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选家不需了解 也不用找什么证据 全部就是倒在我的身上 那时候我和我女儿 他们也是没有在意啊 我肚子里面有小孩啊 为什么也是他们的孙子啊 也是她的小孩啊 为什么要逼我 逼到这一点我都想不开了 既然他们认为越南人不好 手脚不干净 会偷钱 啊为什么他们还要去越南许老婆 下次少少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前妇要去越南许老婆的原因 这个事情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啊以后小嫂和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 更夸张的 我前妇和我佛婆对我的事情 大家喜欢小嫂的节目 请大家永远留言在下面 小小会很认真的看 很认真的回答大家 这两天天气变凉了 啊大家舒满 要记得多上一件衣服要保暖 啊大家 祝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啊 啊